这种红茶子的少女心就来了 你说得我得有画面感 得回答问题了 姓名 岳秋云 都冰江 年龄 54 63 不说兔 不说马 来 二位 考试考完了 得给对方打个分 您给咱女士打多少分 85分 给您体验 60分就刚刚及格 我只能给她打零分了 因为我和前嘉宾是有区别的 那肯定我们得这么高低 我不是想攀比 男人说话就要诚实 人与人是有区别的 不可能是公平 要您去画 还是还坚持是85分 打90分 这回您满意吧 满意 给他打85分 你给我打85分 我就不愿意 这有话说的 您两个分 您两个分 七个分 高兴了 那你高兴的情况下 你给人打多少分 98分 这分也挺高 她的性格有点太特了 我接受不了 还是90分吧 二位的印象还不错 来吧 请二位就座 继续了解了解 其实姐姐 你的这个个性 往往在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要双双收敛一点的话 我觉得大哥可能觉得 心里会更舒服一些 他可能会给你打的分 要更高 因为我觉得 刚一见面的时候 如果你要是能够 把自己的意思直白地表达 这一点特别好 但是如果要是能更加委婉 温柔一些的话 可能要更给你争一些分 西伯族的人 好像有几个特征的词 勤奋 善良 勇敢 善战 善战 我就听到最后一个 您善战吗 在商场上我善战 感情生活我是失败者的 我们女嘉宾说的这话 意味深长 因为她也经历了一段 让人很心疼的感情 来看看 说起我之前的感情经历 真的让我非常受伤 潜伏经常对我进行家暴 家暴过后便是无尽的冷战 就这样 我和她的婚姻持续了十多年 但多数时间都是名存实亡 我自认为我是一个懂得持家 做事利落的女人 但为什么我就是得不到她的心 就这么说吧 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来做的 她就是一个甩手的掌柜 就这样 我们持续多年的婚姻 在那一年破碎了 我之前